工人党非选区议员陈立峰今天首度在国会发言 他说要与国人共创国家未来 政府有必要加强同人民的接触 并且确保社会公正和具同情心 陈立峰通过社会公正、法律规则 和加强对国家机构的监管这三大要点阐述立场 他说在创建更美好未来的同时 有必要加强对贫困人士的援助 打造富有同情心的社会 同时保障所有公民应有的司法权利 陈立峰说我国司法体制也需确保美民国人 不论经济能力如何都能获得司法方面的协助 同时保障所有公民一定等纪彻派